您就是徐医生吧 总算是见着面了 那个白衣天使对吧 我女儿啊 我从小就特别崇拜医生 真的 你女儿真有眼光 家里有医生 全家都省心 小薰 我们现在就见个面吧 但是我有条件 带你妈妈一起 去哪儿见面啊 你们家离哪个医院见 呃 寺院最近 半个小时以后 寺院门口见 白衣天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回事 怎么上医院去见面啊 跟医生约会就得去医院 不是 你站到哪一周啊 我不让您来 您非要来 我说过了 会花的时间比较长 您还不信 你 来 张医生 来 张医生 来 张医生 结果出来了 我妈这儿有什么情况 师兄 派遣让你说着了 小薰妈妈是惯心病 不会吧 我妈平常就是血液有点高 从来没有过心脏病啊 怎么会有惯心病呢 小薰 你先别着急 这个是医院的检查结果 谁啊 儿子 你是怎么一眼就看出来的呢 阿姨 这你还能不知道 清风一直是咱们学院的第一名 现在呢 又是宴席医院的一把刀 这眼睛 毒着呢 师兄 要不你给我们讲讲 让我也学一学 妈 惯心病的发作 通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征兆 少数情况下 有一些非典型性的表现 今天在跟小薰薰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她妈 一直用手拖着左下颌 我当时初步判断 她妈妈应该是左边牙齦疼痛 加上左肩左臂牵引性疼痛 这种表现啊 就很有可能是 冠心病发作的前兆 而且冠心病一旦发作 极有可能造成心肌梗死 甚至是猝死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所以我就约了小薰 在就近的医院把上见面 我吓死了 徐医生 你太厉害了 幸亏有你 要不然我妈可就危险了 谢谢您 小心不客气 这是医生该做的 徐阿姨 我也得谢谢您 不用不用 不用 小薰啊 快去照顾你妈妈吧 小薰 你跟我来一下 我跟你说一下注意事件 对了 小薰 妈 您干吗去啊 咱们该回去休息了 那臭小子 我说呢 我一开始跟人家 这不情不愿的 还突然说要相亲 还约着人家医院来 还说好长时间 都吓死我了 妈 您想什么呢 您儿子什么样人 您还没数啊 人家相亲啊 谁看脸 你可倒好 看病 你是不是逮谁 现在就想给人问诊啊 妈 我希望这个世界上 一个病人都没有 嗯